竹山镇以出产竹子文明 早期民众以竹子制作日常用品及建筑料等 但随着科技进步 竹子的运用逐渐被塑胶所取代 因此开始有人将竹子导入艺术品 设计竹子的盆景 让原本毫无特色的竹子 变成颇具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将竹苗轻轻取出 在业细形状指示裁剪 随后放进大型的景观盆中 准备将它做成足以盆景 竹山镇得天独后 以生产竹子文明 早期民众的生活与竹子息息相关 竹子不仅拿来制作各式的职用品 同时在建筑时 所搭的银架也利用竹子来搭建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竹用品遭到塑胶所取代 因此当地民众便开始以竹子 来制作多样性的艺术品 包括竹椅盆景也是其中之一 南德县竹树食协会理事长林盛湘就表示 竹子的竹产业已经没落一段时间 竹盆栽是一项新鲜的产业 从设计到制作也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竹山的竹产业没落那么久了 竹竹子盆栽也是一种产业 所以尽量把它发扬出来 所以一头栽进去就一直蒸一直蒸起 竹子盆栽它是一堆大栋 要收到十四栋 一般它有有性繁殖跟无性繁殖 有性繁殖就是种子 所以种子煮起来就很小了 所以很小的时候 你如果放在小盆栽子里面 它也是同样不大 也是小小而已 无性繁殖就是要分枝大栋 然后变小栋 由大而小 由大而小然后种植在塑胶盆里面成为素材 成为素材之后就可以 种为盆子里面会很有美感 我们都是用小盆的比较好年贴 也比较好照顾 如果大盆的话 因为它是水嘛 它是河本科的 它跟地瓜相互 所以它很爱水 由于它没有死去的水到没有炒水 有感染细菌的水就没有了 它就根部会腐烂 所以它要穿去水 越大盆越大盆越凹 那盆子的水分 不成比例的时候 它很容易干死 经过八年的努力 目前 我的规模已经达到一个程度 全世界竹盆栽 好像只有日本才有展示 竹山的竹盆栽也有几位 也有几位爱好同好者 有参与 竹盆栽的气候 那竹山想适合 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地方很适合 没有错 但是日本就比较不适合 但是也有它适合它的品种 也有比较寒代的竹子 日本有那个红竹 像我们的四方竹 它也是比较寒代 协会的成员都表示 竹盆栽的制作很容易上瘾 尤其是获得参观民众的鼓励与掌声时 就会感到很有成就感 而之前包括日本与中国 都有一些族裔协会常过来交流 三年前他们有这个社会的时候 有你沿着这个地方的这个产业的东西 我们就会感觉 幸福也感觉 这个要跟这个要跟这个不错 就会参与这个社会 结果 所有的社会的人 感觉都感到很粗糙 这样 这样 所以再改靠一下 你做下去的时候 我们感觉自己 骷髅一下 就感觉我们的成就感觉 很高兴 一直想要做 到目前为止 是说 有外线市 还是 大陆 日本 都有既然我们得山 去跟我们参观这个地益的产业 所以我们都感觉 这样也算很高兴 所以大家都很参与这个工作 都有个国有个社会 都在我们讨论 感觉不错 另外 竹数十协会也提供族裔DIV 民众只要有兴趣 能数需要超过10个人 协会就愿意接受报名 制作主要以小盆栽的族裔为主 材料方面 协会会帮忙准备 欢迎有兴趣民众 可以加入族裔制作的行列 共同来推广族裔的特产 让主持的利用可以恢复到往日的浓景